不少人家裡都有這個網路電視機上盒 打開電視上千台頻道任你選擇 不管是第四台電視劇還是電影通通有 但這其實已經違法 49台再對吧 提示局去年接獲多家國內外電視電影公司提告 千尋機上盒侵權 北檢調查依違反著作權法 起訴代理商屢性負責人等9名業者 千尋盒子號稱是追劇必備神器 一台售價3000元左右 但業者利用偽裝境外網址方式 放置盜版影片 公開讓機上盒用戶觀看 僅僅去年查扣上百台千尋盒子 四十多台私服主機 和十多台衛星解碼主機 當時就連日本版權機構也來台控訴 不過台灣盜版影視除了先尋盒子 刑事局也在調查其他機上盒 因為這已經造成國內外影視產業 每年損失高達280億台幣 立法院也因此三讀通過 將重罰侵權的電視機上盒 現在千尋盒子代理商遭到起訴 希望能夠藉此杜絕盜版歪風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